高雄三十八歲男子疑似不甘心女朋友分手 那麼在二十二號早上就是被提分手的隔天 就衝到女友家 她按門鈴又垂門 想要要求復合 甚至爬到車庫上 女子只好急忙報警 請警察來 鄰居說先前常看到男子來拜訪 表現正常 沒有想到如今如此的脫墟失控 圓警攀在車庫邊緣 卻說站在鐵皮上的男子乖乖配合 男子不聽勸在鐵皮上走來走去 雙方僵持了大約二十分鐘 警向人員趁對方不注意時鋪上前制服 架梯子讓男子爬下車庫 原來男子為了挽回愛情 跑到高雄男子新南路上的前女友家 卻情緒失控 四十六歲的蔡姓女子二十一號 向三十八歲的成心男子提了分手 男子疑似不甘心 隔天早上到女友住處家狂按門鈴敲門 想要求複合 甚至失控爬上車庫 疑似想要闖入屋內 或者是藉此博取前女友關注 根據瞭解女子和兒子兩人同住 鄰居表示之前常常看到成心男子來找女友 蔡姓前女友決定申請保護令 警方依照規定同保家暴 將交由設任機關處理 接著蘇一廷得請問高雄報導